圆明会协助地方建制部落文件站但是却限缩 也凸显了部落社区公共建物空间不足 光复乡公所今年积极向圆明会争取部落之心计划改善 获得圆明会的支持同意初步核定了250万元的规划费 以太巴朗部落的乡友建地为基地来推动 部落族人直说这是建设部落的新年好礼物 110年光复乡公所积极规划 冒足权力缴组圆明会部落之心补资计划 达造太巴朗部落一个多功能部落聚会所建筑环境空间 在上个月圆明会详真座谈会上 圆明会主委一将巴洛尔就亲自送来了好消息 部落之心 巴巴洛尔的部落之心 乡长刚刚核定了 这个乡长很厉害 每次我来光复 每次我来光复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讲 他说你这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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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部落之心 6200万已经匡列了 经过圆明会征选平和光复乡公所提报 太巴朗部落之心计划获得圆明会认同 首先核定250万元规划费 也让太巴朗部落之心计划向前迈一大步 我们光复乡公所在圆明会的帮忙之下 部落之心第一期第二期规划费用已经通过了 然后后面等我们的西部计划入了通过之后 我们真的在太巴朗我们富田派出所旁边的建地 220坪我们可以盖一个部落之心 我们一定是三层楼 总共每一层楼一定是100坪 总共300坪 乡公所将位在富田派出所旁的乡友建地作为部落之心计划的基地 初步规划6200多万元打造一座三层楼建筑空间 未来提供部落老幼学习 文化传习 足以推广教育 以及部落产经观光平台等多元化的空间环境 因为这个地是我们公所的地 属于建地 所以国家上比较方便 我们希望在太巴朗市中心有个比较好的据点 因为现在我们的原来的两个活动中心 一个是一个都老旧的 比较不适合 然后我们就等于多功能的 不管我们老前辈也好 长者也好 小儿子也好 妇女也好 都可以采使用 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这个部落之心 可以很快地来核准 来动工 原民会这一项竞争型的部落之心补助计划 花莲为二的光复乡与首峰乡公所 双双获得了原民会核定通过 但相较于计划规模与补助经费 后续的执行推动上 光复乡公所由于是相有地建筑 再加上也与部落达成共识 因此对于太巴朗部落之心 并计划的成型 乡长林清水非常有信心 顺利打造独特的太巴朗部落之心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